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在新发展业务的过程中 我就涉及到跟你合不合资的问题 那么当然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像我们来说的话 相同的话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相同学习力的人 第二相同价值观的人 第三相同梦想的人 第四个的话相同金钱观的人 相同文化的人 最重要的是同样有团队合作意识的人 我觉得一个人生的品质在于他思考的品质 而思考的品质事实上就是 你问自己问题的质量 所以我提供所有的创业嘉宾四个问题 当我要选择任何合作伙伴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他一定是 这个人的人品好不好 因为人品好的话 游戏规则怎么写 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人品好 他会执行所有的内容 如果人品不好 他不会执行所有的内容 第二个是他的能力好不好 也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能力 他光有人品没有能力 他是没有办法帮助你 第三个是他是否能够帮自己倍增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加法 我们要做惩罚 第四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让他一起跟我合伙做生意 大家都已经讲的 全都讲完了 那个几个字吧 第一是道相同 第二是记互补 技能的记啊 第三是定规则 第四是算清账 最后呢 这个四个字 赚钱 愉快 第四是算清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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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